上车上车上车 林总 今天的功课做完了吧 做什么功课 你每天面对满墙的作战地图四个小时 同志们在下面都戏成你在做功课 不管这些 下面咱们三个开始做大功课 好 参部长 北宁县上最新战况如何 二十七日我第七宗邓部 占领了锦州锦西之间的高桥塔山 将国民党第五十四军完全隔断在锦西 是范汉杰集团 被分割在锦州锦西山海关三个地区 你把中央军委毛主席二十七日的复殿讲一下 主席明确指示 是 见面异县 高桥 星城 隋中 锦西五处之敌以后 若能同时攻打锦州和山海关两处 则应同时攻打 如不能同时攻打 先打锦州 毛主席同时还认为 如先打锦州 沈阳之敌很可能来不及增援 我则可以主力移攻山海关 鸾县 唐姑 唐山 并且有可能的话 便应攻占葫芦岛 秦皇岛 完全肃清锦州唐姑之地 林总 你的意见呢 同意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意见 先打锦州 我总结了四点意见 你们听听 第一 锦州守军大部分是新兵 战斗力不强 第二 锦州地形我居高临下 城市房屋也不甚坚固 第三 在攻打锦州时 还便于随时打沈阳来源之敌 第四 锦州为重要的战略据点 我夺取锦州后 可陷东北整个 国民党防御体系与混乱 林总的功课很有成果 还有 如攻进西 第一 敌人虽只有四个时 但国民党五十四军的战斗力较强 战斗时间不会比达锦州短 且不便于达沈阳来源之敌 我同意林总的判断 韩仙楚何事攻打一线 十月一日 立即将我们的设想 报告给中央军委和毛主席 待批复之后 我们立即部署 攻打锦州的战役 林彪他们终于定下打锦州的决心了 嗯 我觉得啊 攻占锦州锦西一线的兵力 四嫌少了一些 您从沈阳以西纵队抽一部分力量来加强 主席 你的意见呢 据我的估计 魏力皇想要增援锦州 必先接触长春首敌 如果这样 对于林彪他们攻占锦州锦西和一线是有利的 不排除锦州锦西一线三点 扩大为锦州沈阳长春三点 所以首先攻占锦州不仅是有把握的 而且有利于全局 唯有如此 我们才能在东北造成关门打狗之事 好一个关门打狗啊 东北野战军从九日出动至今已有二十一天 尚未开始攻击一线 动作实在太慢 要检讨 好 来 咱们看一下淮海战场 敌人以徐州为中心 集中了黄百韬 邱清泉 李弥 孙元良四个兵团 同时还有四个隋境区 共二十五个军六十余万人 如果淮海战一打响了 蒋介石恐怕还要从其他地方调兵遣将 到时投入战斗的第七十万人还要多呀 你们看 只有黄百韬兵团 孤立突出在徐海县上运河以东的兴安地区 处在我山东与苏北的两个解放群之间 因此主席提出淮海战役首先歼灭黄百韬兵团 是完全正确的 准确地说淮海战役第一个作战 而且是主要的作战 是前置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 歼灭黄百韬兵团 这一战役比济南战役和御东战役的规模 要大得多呀 如果真的会演变成打黄百韬兵团 进而组员 打员 邱清泉兵团 李弥兵团 战役的规模会更大 所以要求苏玉同志 必须给攻击兵团以修整和补充 并对全军作战所需 包括全部后勤工作在内 有充分的准备方能开始行动 如果战役时间包括打黄百韬兵团 打海中 打两槐在内 需要一个月至一个半月的时间 另外我们党的秘密党员 何积峰 张克霞 担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 驻访徐州东北 他们可以率不齐 我军就可以迅速而隐蔽地 通过他们的房区南下 这样就切断了黄百韬去徐州的退路 主席 从傅作义身边的工作人员获悉 傅作义决定出关援助范汉杰 恩来 殿高北平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 要密切注意傅作义和蒋介石的往来 好的 好 好 当代的包青天 大老虎孔令坎前来伏法但不认罪 谁让你进来的 这天底下还有我进不来的地方吗 我想进就进 想出就出 我今天倒要看看大表哥到底有什么本事 把我关进老虎笼子里去 国民政府真是养虎为患 留着你们这些人 早晚祸害于天下 我真有那么大的作用吗 如果真有那么大的作用的话 你干嘛不把我抓起来 根据我们掌握的证据 你才是最大的老虎 这次我是不会让你跑掉的 表哥 我求你放我姨妈 我明天就去美国 事到如今已经由不得你了 行了 好一个大义面前的表哥 我现在就去姨妈那 我看你和姨妈谁更厉害 你 我是总统 大理 你的可教的金儿在上海打老虎 竟然打到自己家人头上来了 夫人 这话怎讲啊 我是总统 你是总统夫人 伟儿是庄稼车团的上校团长 金儿会打谁的老虎 他打的是孔令侃的老虎 他把孔令侃当成了老虎 对 他要拿自己的亲仪兄弟开刀 给上海的市民全国老百姓看 他说我蒋经国六亲不认 恪守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骨絮 那你说该怎么办 我让二小姐从旁斡旋 可是你的金儿一点面子都不给 孔令侃登门哭求 他却告知等待法律的裁决 大理 我作为一个继母 一个总统夫人 总不好出面向她求情吧 那我这个 当总统的父亲 也不能阅法下令吧 难道你真的相信法律的威力 总统先生 请不要忘了 你蒋家王朝 是靠蒋宋孔臣四大家族之称的 时下 这座大厦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如果真的是因为打虎运动激怒了 我的姐夫孔祥熙 还有我的大哥宋子文 不用再说了 夫人 不 我要说 当年支持你的江浙财团都人心惶惶 一旦众叛亲离 南京的政权 好了 好了 夫人 事关重大 等我回去再说好吗 总统 明天飞北平的传记 已经准备好了 报告总统 明天飞北平的传记 一线于今日下午失守 连同隋中 星城等地失守 果军先后损失两万余人 知道了 还有什么消息吗 范汉杰将军迭电求援 声称如再不派援军来 锦州也将不保 待我回电 就说援军即日可达辽喜 是 对了 傅医生到了吗 到了 他正在客厅 等候您的传记 医生 总统 医生啊 朕是十穷皆乃县 国难出英雄 正当我东北节节吃锦 一线等城池相继 失陷于共军的时候 你傅医生愿从华北抽兵增援东北 真的令我感动 这是属下英纪的版分 那么关于增援东北之事 你和顾总长商议出结果了吗 有了 对了 对 对 对 另外 连同锦西地区 第五十四军等部四个师 一共十一个师 组成东晋兵团 我决定抽调 好 华北第十七兵团司令长官侯敬如将军 去葫芦岛 负责 负责 统一指挥这些部队 顾总长已经和我谈过了 我也电告侯敬如司令官 不日即可到达葫芦岛接任 很好 很好 坐 我想了许久 医生 我想 我以重任于你 但不知道你是否愿意承担 请总统明示 东北和华北地区 两者是唇齿相依的关系 我想把东北和华北两个交总 合二为一 由你担任 绞统总司令 这 这实在是 关系国家前途大计 本人自检能先 不堪重任 只有 总统阁下得高望重 以您统帅的地位 亲自指挥才能奏效 这样也好 不过医生 你可得从旁相助 请总统放心 我一定尽心尽力 为了鼓舞 我东北坚守锦州的将士 也是为了震慑东北和华北的共军 把我们谈话的内容透露出去 是 是 林总 林总 中央军委的通报 你们俩都看过了吧 看过了 看过了 有何想法 由于蒋介石坐镇北平 突然增兵葫芦岛 是驻守在锦西的国民党军队 兵力增至九个师 并且足进了东晋兵团 我们要很好地研究一下 由侯敬荣指挥的东晋兵团 一定是来准备配合沈阳西出之地 双向合计我们的 但是东晋兵团 现在只是个架子 所有原敌到达葫芦岛 还尚需时日啊 万一恭敬之意 像长春一样 达成焦灼状态 恰又遇上东晋兵团 与西出之体 双向合计怎么办 刘参部长 为防止敌部属在锦西的 第五十四军党部 增援锦中 我曾于十月一日 指点中央军委 建议调华北军区 第二兵团主力 出唐山鸾县一县 牵制锦西山河关一县 国民党军 中央军委回殿了吗 尚未接到回殿 报告 林总 中央军委电报 中央军委复殿明确指出 华北第二兵团 傅佑与第三兵团 联合进行查随战役任务 赞难东调 你们应该靠自己的力量 来对付金鱼段 和可能增加 山海关的北原之地啊 而且中央军委再次强调 关键是迅速攻克锦州 往努力争取十天左右 打下该城 决战与千里之万 谈何容易 林总 你看这样好不好 我们分别地思考一下 明天早上再做定夺 好吧 估计公锦州市 守敌八个市 虽战力不强 但亦需相当时间 才能完成解决战斗 在战斗未解决之前 敌必在锦西葫芦岛地区 留下一两个师守备 抽出五十四军 独立九十五师等 五六个师的兵力 采取集团行动 向锦州推进 我组员部队 不一定能堵住该敌 则该敌可能与守敌会合 长春之敌数月来 经我围困 我已收入逃兵 一万八千人左右 外围战斗 间谍五千余 估计长春守敌 限约八万人 士气必甚低 我军经数月整补 数量质量 均大大加强 故目前如攻长春 较六月间 准备攻长春的把握 则大为增加 你们应利用长春之敌 尚未出动 沈阳之敌 不敢单独援紧的 目前紧急时机 集中主力 迅速打下锦州 对此计划不应再改 五个月前 长春之敌本来好打 你们不敢打 在两个月前 长春之敌同样好打 你们又不敢打 现在攻警部署 业终完毕 你们却又因 新武军从山海关 九十五师 从天津调至葫芦岛一向 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 又不敢打锦州 又想回去打长春 我们认为 这是很不妥当的 你们指挥所现在何处 现在部队到达为时甚久 你们却尚未到达 往你们迅速移至锦州前线 部署攻锦 以其迅速攻克锦州 千言过久 你们有处于被动地位之危险 走罗 立即叫集药科翻成密码 速发林彪 罗容环刘亚楼 是 我们坚持地认为 你们完全不应该 动摇既定方针 丢了锦州不打 去打长春 除了前殿所述之理外 假定你们改变了方针 打下了长春 你们下一步 还是要打梁锦 到那时 第一 梁锦敌军 不但绝不会减少 还可能增加一步 这样 将增加你们打梁锦的困难 第二 目前沈阳之地 因为有长春存在 在目前十天至二十天时间 牵制全部 至少一部分沈阳之地 如果你们先打下长春 下一步打梁锦时 不但梁锦情况 便得交现在更难打些 而且沈敌可以清朝远锦 对于你们攻锦及打员的威胁 将交现实为大 只要打下锦州 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 而打下长春 并不能帮助你们取得主动 反而将增加你们下一步的困难 望你们深刻计算到这一点 并望见负 主席 我回来了 再回去一趟 还是用密码发 那还用问吗 快去 我回来了 林总 准备了一道菜 却来了两桌客人 我也考虑了一夜啊 可否把围困长春 和监视沈阳方向的部队 调回一部分来 到锦西这边 你看 援兵不止西面一头 更大的是在东南方向的 廖瑶香兵团 以及新组建的 侯敬如的东京兵团 两头敌人都押上来 这个风险太大了 风险确实很大 但是从全局看 是战略上的需要 冒点风险也是值得的 再说中央军委和毛主席 力主打锦州 而我们把几十万大军 拉回去打长春 怎么着 你理解呢 还是应该攻打锦州 谭秘书 林总 你去记药科查一下 看看我昨天签发 给中央军委的电报 发出了没有 假如没有发出 就收我的指示 给点门作废 是 如果我们给中央军委的 电报发出去了 我们就再给中央军委 毛主席去电 申明东北野战军 同意继续打锦州 老毛啊 在香港的民主人是沈君如 谭平山 张伯军 还有蔡廷凯 都已经平安到达哈尔滨了 我们还是要通过他们的到来 进一步邀请国内 及海外华侨 各民主党派 各人民团体 及五党派人士的代表人物 来解放区 准备在明年适当的时机 举行政治协商会议 主席 你放心吧 他们将于年底 分批分弃地到西百坡来 电告香港工委潘汉年 一定要保证这些代表的安全 锦州方面的情况怎么样了 很不好 他们竟然又提出放弃打锦州 回市打长春 我连夜发出了两份集电 对他们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主席 林彪他们回殿了 同意继续打锦州 走吧 到左站试探 好 走吧 我们你仍继续攻打锦州 只要我们经过充分的准备 然后发起总攻 仍有歼灭锦州之敌的可能 至少歼敌之一步或大步 如攻长春 则太浪费时间 我你采取如下布置 以四纵和十一纵全部 及热河三个独立师 对付锦西葫芦岛方面之地 以一二三七八九 共六个纵队攻锦州 以五六十十二 共四个纵队对付沈阳增援之地 以大小新老九个独立师 对付长春突围之地 这就对了 顾西啊 谈谈你的想法 他们至少应该取得两个教训 第一 他们的指挥所应当先于部队 移动到达所欲进攻的方向上去 一言中递 由于他们没有这样做 这是他们的眼光长期地受到限制 第二 在通常的情况下 必须集中主力攻击一点 而不要平分兵力 俊儒 不 你还是要坚持固守沈阳 拒绝增援锦州是吗 总统 我不是不增援锦州 知识不用再说了 起立 大家都坐下吧 诸位 我宣布 从今天起 东北华北搅共勘乱 由总统亲自指挥 下面 请总统给诸位训事 我这次亲自到沈阳来 就是想把大家带回到关内 以往 诸位都说 我们找不到共军的主力 现在东北共军主力 已经集结在辽西走廊 我希望 你们能够发挥过去作战的勇猛精神 和关内的国军协同作战 一定是可以取得胜利的 有关 空军上的协助 和后勤的补给 周司令 已经为你们做了充分的准备 如果这一次 你们还打不出去 那么也只有来生再见了 我已经决定 把东北脚总编为两个机构 一个是防守兵团 由副总司令周福成任兵团司令 是 另一个为公鸡兵团 也就是西晋兵团 由廖耀香副总司令任西晋兵团司令 是 是 校长 客套话都没必要再说了 现在是你们践行黄埔精神 为党和国家效力的时候了 是 校长 我认为要撤退还得从营口海上走 不要再提你的方案了 是 是 这次 沈阳军队直出辽西 且锦州之围 叫你一人负责 如有一物 也为你一人试问 是 我并不是不愿意执行校长的命令 而是在实施方法上 如何更好地达到校长命令所规定的目的 根据目前的情况 要迅速安全地撤出沈阳的主力 那只有从营口海上走 使过境迁了 现在的问题 不是单纯地撤退 沈阳主力的问题 而是要在撤退之前 与东北的共军进行一次决战 撤退之前 对 守范汉杰侯敬如指挥的葫芦岛 有四个军 由你率领的沈阳西晋兵团 有五个军 再加上坚守锦州的两个军 一共是十一个军 如果再有我们的空军和海军 无论在数量和火力配备上 都强于共军 只要我们的将士 报定杀身成人的决心 就一定能给东北的共军 一个致命的打击 好 我执行校长的命令 立即行动 这才是我黄埔军校的学生 由于长春被共军 长困久危 我无法去看那些其他的学生 郑东国他还好吧 还是不好 政府自领除了要与城外的共军作战外 还要稳定军心 六世金军长曾泽生如何呢 甘纹长 男人 他都必须了 再厉害了 全军部队 今天我们来看 汤汤水水的 还能坚持半个月吧 我不饿 你吃吧 不 你一天都吃不上半斤粮食 俊作 张副官 你把这碗高粱米漆饭喝了 我和白市长和龙市长 有重要的事商量 是 俊作 俊总 您找我们来有什么事吗 有 坐 蒋总统飞到沈阳了 你们知道吧 知道 知道 从今天开始 我们六十军的各个部门 都增加了他们的耳目 怎么办呢 我想 找你们二位来 再商议一下 俊作 我 我们不是商议好几次了吗 一切为君做侍从 是 谢谢你们对我的信任 我还是那几句话 摆在我们六十军面前的 只有三条路 一是死守长春 其结果是城破被奸 二是向沈阳方向突围 对 其结果是必将被解放军 见面在长春至沈阳的途中 三是返奖起义 参加革命 我翻来覆去地想 只有这第三条路 才是我们六十军的生路 郡总 这些年我们六十军受国民党嫡系部队的气还少吗 瓦解 歧视 排挤监视 宋司打头阵 撤退打掩护 赏是他们的 过呢 过是我们呗 不就因为我们六十军是滇军吗 一句话 我跟着军做起义是铁了心的 可是 如何才能起义呢 且不说和城外解放军联络的事 就说如何对付新边第七军 我们也得好好研究一下 防守长春的两个军 以中山路为界 我们六十军守东半部 新七军守西半部 我们六十军要起义 就首先要对付郑栋国和新七军的阻挠 君总 我们可否先旁敲侧击 试探一下新七军军长 和各个市长的态度 君总 我们 我们还是慎重为好啊 报告 君总 新七军军长李红求见 说曹操 曹操就到了 君总 老师 老师 你知道李军坐大假光临 有时远迎啊 请坐 请坐 别坐了 都什么时候了 还讲什么礼呀 走吧 李军座 有何功干 政府司令提出 要你们六十军派出一个团 配合我们新七军出击 对此不知道曾军座 有何想法呀 目前 部队士气低落 城外共军围得又紧 根本突不出去 出击 只能增添伤枉 你所言极是 我新编第七军 也无斗志啊 你看 我们还能守下去吗 我只能这样说 困难太多 突围 我们六十军是没有希望的 你们新编第七军 还是可以的吗 难哪 你们第七军五十六师 可以突出去吗 五十六师 不行 如今连主力师六十一师 和三十八师都靠不住 现在师长有师长的盘算 士兵有士兵的想法 简直是离心离德呀 现在是圈在城里 还能这样守着 出去可就散漏 江总统已经飞到沈阳了 总不能不管我们吧 他 听政府司令说 他又从沈阳飞回北平 从北平又飞到天津 从天津 唐沽又乘轮船 去了葫芦岛 敬礼 感谢您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亲爱的将士们 你们辛苦了 我代表国民政府 向你们表示再次的敬意 向总统辛苦 向蒋总统致敬 向蒋总统致敬 这位就是 十七兵团司令长官侯敬如 我带他来 就是要他在葫芦岛指挥 你们能服从他的命令吗 服从他命令会坚持 很好 在侯司令长官去调部队未来之前 暂有第五十四军军长崔汉前 指挥向塔山锦州攻击 请总统放心 我立即会赶回北平 让傅作义将军尽快派兵 由侯司令长官带到葫芦岛来 你们二位一定要精诚团结 不如使命 是 将士们 辽西会战就要开始了 这场会战 关系到整个东北的生死存亡 几十万人的生命 我就交于你们了 你们一定要报定 杀身成人的决心 不如党和政府赋予你们的神圣使命 报告 校长 学生杜于明求见 你看我忙的 把约见你的事都给忘了 校长日理万机 学生非常理解 对了 你制定了对山东贡军的攻击计划 我已经看过了 可以按照你的计划实施 回去以后和顾总长商量着办 我来北平之前 已经见过顾总长了 他说需要您的批准 方可实施 来 我现在就批 批准的时候 索city 报告 贤总司令求见 我这就过去 光婷 拜托了 医生 增派东北的援军 都出发了吗 报告总统 有的已经出发 有的正在整装待发 一句话 请总统放心 我们一定遵照您的指示 把华北的援军 尽快派到葫芦岛一线 拜托了 报告总统 夫人的重要电话 诸位请稍等 我去接个电话